第一句话,人的命,天注定 老话说得好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该是你的,你不想要,迟到也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呢,想尽办法去要,最后呢,也不是你的 所以啊,您就记住了,咱们呀,不要太在意得失 少抱怨,少生气,但行好事,莫问虔诚 第二句话,世上本无事,由人自扰之 您想想啊,广煞千间,也不过夜眠八尺 良田万寝,也不过一日三餐呢 什么金钱名利,看淡了呀,都是浮云 什么烦恼忧愁,看开了呀,都是虚无 生活本身呢,是不苦的 只是太多的欲望和执念了,才让我们越来越痛苦 所以啊,您就记住 把心放弯,把事看淡 烦恼,自然就没了 第三句话,吃亏是福 大智若愚,难得糊涂 老人常言啊,不聋不雅,不当家 无里糊涂,过一生 您看啊,咱们生活中那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 是不是也很容易吃大亏 所以啊,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您就记住,举头三尺有神明 为人切莫有欺欺 你吃亏越多,就会给自己积福多多 福报多多 连咱们子孙后代也都会得到好处的 第四句话 智者不言,欲试不争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面啊,不争呢,并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一种深远的智慧 不说呢,更是一种修行 你想啊,言多必失啊,真正智慧的人呢,往往会选择沉默 第五句话 一切随缘,盛起自然 已经过去的事,已经过去的人,笑笑就好 现在的事,现在的人,尽心就好 未来的事,未来的人,随缘就好 这个世上啊,所有的遇见呢,都是上天安排的 无论你遇见谁,咱们呢,都去善待他 一句话 前世的因,后世的果 若无相欠,不惠相见 第六句话 人生呢,本就是一场空 你想啊,我们哪个人不是赤裸裸地来,又赤裸裸地走呢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既然我们不能决定生死 那还不如好好地活在当下 好好地生活,好好地享受生命的这个过程 您啊,就记住 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这辈子啊,也就过好了 第七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 健康平安是财富 无病无灾是幸福 知足才能尝乐 人啊,真的不能太贪心 得了千钱想万钱 当了皇上又想成仙 咱们啊,都只要两只手 就算是进了金山银山 也只能拿两样东西呀 所以啊,人生短短数十年 活着便是成功 健康,您就是赢家 别比什么钱多钱少 无病无痛就好 别比什么谁富谁穷 开心快乐最重要 这七句话呀,不知道你认同不认同 觉得有道理的人一定要收藏起来 愿我们往后余生啊 都能做一个舒心自在健康长寿的明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